你只要設立網站 網路名就可以找到這個資料 剛才我秀了Facebook的分析 我在這邊開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只要是粉絲頁 然後它內建就有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 哎呀,這邊很往路 好,沒關係,總之就是 它內建就有這個東西 你要不要分享給你 那個是你在Facebook的設粉絲團 然後它那個進去 你是管一陣的話 就可以有那個動作寶寶寶 然後它每個飯也會進去 對,所以其實... 你設立粉絲團之後 對 那個粉絲團它就有可能 你可以看進去 你可以看到這個 對對對,所以如果自己有建立粉絲團 就可以看到這個 聽說啊,用這個 還有用Google以後 對,因為我最近跟那個 一些公益台品的瞭解 有時候不見得能夠接受到它 你的訊息 他們說 他們本身是會受到 這個Facebook 或是Google的限制 他看你的發送的量大 好像我們可能是 涉及到商友活動 對不對,所以他就會自動把你打掉 嗯,好像沒有這個狀況 這位朋友他提到的是說 就是Google跟Facebook 他會依照你的行為去看 要不要給你這個資料 那就我知道的是說 就算你是商業操作 他還是會給你的資料 他就 他就 限制你不讓你再去 比如說 發Email 他不讓你再去 可能是你的Email裡面 涉及商業 然後他會把它判斷成廣告 所以他會幫你擋信 就是說如果像我們宣傳活動的話 我們要用特別設計過的電子報系統 因為他可以一次寄可能幾千人 然後因為他跟Google有配合 就是Google信任他發出來的內容不會太擾 所以他不會把你的內容視為垃圾性的打掉 那如果像Email的話我知道確實是會打 因為Google太多人用 所以他會希望有一些管制 那如果是這些背後的數據的話 其實他都是公開的 就是商業的網站也是用這個方式來看到 那可能如果他有哪些資料找不到 也許就可以交流看看 我們就幫他找一下 好啊 你去Facebook 然後 辦科學 那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我是管理員的話 我一進來的頁面 其實上面就是 目前最新的訊息 就是說我最近貼了幾則文章 然後現在觸及了多少人 好 然後 下面這裡有比較詳細的洞察報告 然後我點進去之後 我就可以看到我剛才 就跟大家分享的這些數據 比如說我的站的成長怎麼樣啊 然後 觸及的人怎麼樣啊 那多少人參與互動 那像 用戶這影片就可以看到我剛才 分享的這個畫面 那這些訊息 他都是還蠻即時更新的 所以你每天看都是最新的 然後就在這後面 所以其實都看得到 還有朋友 還有一個問題 你有分享 跟哪些本事團的粉絲數個重疊 好像有 好像是外面 對 就是 那我分享一個叫 Fans Activity Graphic 他就是說 粉絲團跟粉絲團之間 有多少粉絲重疊 那個不是在內建的Facebook裡面 他是用其他的軟體才可以看到 那因為其實有太多軟體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推薦哪一個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因為每個軟體大家用得上不上手 不一定 不過那他剛剛好 我想問一下 因為看起來每一則的 暗淡的人數 關心的人數都蠻多的 有沒有特別特別冷門的題目 然後你現在覺得 為什麼沒有人要看 沒有人要關心 特別冷門的題目沒有人關心 就是 在你經營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好 嗯 還蠻多的 其實大家不關心的議題 才是多數 因為像 假設 嗯 假設我在上面探討 演化論跟 就是聖經裡面 到底有沒有衝突 就沒有人要理我 其實 台灣不太多人關心這議題 那像無人飛機 商極貧民 這議題在台灣一部門 那我有推過幾次 但是大家不太關心 就是他可能在國外很紅 但是在國內就不太好 這種議題其實還很多 那包括像複數的議題 其實在半科學也很有限 對啊 就是大家覺得 跟我們有關心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的一個問題 因為 嗯 我是念女工 然後我從大學念化工 後來是念環工 但是在這些環境團體的 當志工的過程 或者是社運的一些接觸 對 理工人才都跑到哪裡去了 OK 好 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 嗯 這麼多理工學生 然後像我們的背景 都是理工科 所以我們知道其實有一大標 才是理工科 那為什麼我們在一些環保議題上面 好像沒有理工科的學生來參與 那我覺得 嗯 我自己在經營的話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我平常就要想辦法去觸及這些人 那如果我平常跟這些人就有連結的話 我鋪訊息 他們就算再心不甘情不悅 他們還是會看到 對 這是我操作的方式 就是說 假設 我很關心就是 遠雄的護術的議題 那這個雖然有科學性在背後 然後但是他在我的站上是冷革的議題 可是當我跟粉絲互動 然後累積到裡面的數量 比如說五萬人跟我有連結 那我貼這些人的訊息出來 就五萬人會看到 不管他關不關心 對那 要他們實際再付出一些行動 或是有一些參與的話 我覺得有點困難 對 可是這些人是存在 然後要靠平常去去經營 然後跟他們維持比較好的關係 我對經驗是比較的 好 還有什麼問題呢 請問一下 就是你要做什麼樣的 該格十四個 然後你 但是 你 但是你 有沒有那個現成的文章 如果沒有的話 你是 就要去邀做的來寫 這樣子 OK 關於十四個怎麼操作 就是 呃 一個最簡單就是 我本來就有文章 像剛才哥吉亞那一篇 它是舊的文章 然後因為剛好 扣上哥吉亞的議題 所以它又可以再 再度被大家關心 那 如果 站上沒有這個文章的話 要嘛 就是 我去邀作者來寫 那 作者未必有空來寫 所以 我另外的做法就是 看其他網站有沒有 比如說 環織可能有 複數的議題 然後我們這邊沒有 那我們就會 介紹環織這篇文章 給大家知道 那你會想說 欸 可是這導流 導過去是環織啊 他開心而已 我會不開心對不對 那其實我也 我也不是說沒有賺到 因為當這個訊息 是通過我Facebook 來讓更多人知道的時候 那這個訊息 如果底下很多人回應 或是討論 或是分享 其實這個talk about this 是算在我這邊的 所以我就可以養出更多人 就是跟我這個粉絲 還有互動 雖然說他未必會直接 進到我們網站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抱著 比較開放心態去看說 大家那個提供文章 然後要我幫他share 或是什麼 我是比較開放來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經營粉絲團 我的那個目的是希望說 讓大家覺得 我來辦科學的粉絲團來看 我就可以知道說 所有有趣的科學訊息 然後不會漏掉 那不管說這訊息是辦科學的 還是別的網站 好這個我下午去分享的時候 又有人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網站怎麼生存 好那這個是大家的疑問 那其實我們也不必談 我來講一個調侃的事情 就是我們最近不是前陣子 跟那個楊施邦醫師 就是有點槓上 那他的底下的本事就是說 他們一定是領台電的錢啊 不然怎麼會永和啊 其實我們也不是永和 那他們就是這麼久 然後或者說什麼 你們一定是KMT的黨工啊 可是我也沒領過五百塊 我就覺得很幹 就是幫你們宣傳 然後就沒領五百塊 沒有啦我們沒幫他宣傳 好那我們怎麼生存呢 我們生存有三塊資金來源 第一塊就是那個政府的補助案 就比如說像過去的國科會 現在的科技部 他們有一些科普補助的案子 就是科學教育或是科學補給 那這些案子 我們就可以贏到部分的錢 就是幫他們做一些宣傳 好那這一塊的錢就是 錢最多補 然後執行的案子 那個時間最長 就是說你可以比較長的時間 穩定靠這一筆錢來補 那缺點就是說 政府他不太知道你在幹嘛 所以你要一直花心思跟他溝通 然後呢報告又很多 對這很短 好那第二塊錢就是 企業的專案 比如說像民視 他們有一些科學節目要推廣 那或者是像之前大人的科學 也找我們來幫他們宣傳 那因為業界對業界的語言比較通 所以你做事情他不太會管理 因為他知道這是Walk 那而且他不太需要寫報告 他就是只是希望說 你幫他宣傳 然後宣傳很簡單 就是一個數量 所以有報告也只是 只是簡單的幾個數據而已 好但缺點就是說 這一筆錢比較短 可能三個月或是六個月就結束 因為他只是一個小小的專案的案子 那第三塊就是我們自己可以掌握的錢 就比如說像我們麥卡克杯啊 或者是那個活動他的英語 那這一塊就是說 最最 來的最快 然後我們最能掌握 然後也不用寫報告 但是缺點就是說 這一塊是最少 對 那我們是希望今年的目標 是把這一塊第三塊錢的比例擴大 那擴大有很多方式 比如說像我們發展那個 報告聯播網 然後或者是就是電子商務 那像馬克杯之外 還有想要賣一些其他的東西 對都是為了這第三塊來發展 那 我們這三塊的比例是希望 給大家調到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 因為其實像我前面講的政府的專案是這樣 就是你要執行完之後 你才可以跟他請完 然後他錢要下來 可是呢 你執行的時候一定要有些支出嘛 那我們這時候就是 資金周轉會比較 比較吃緊 那種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靠第三塊來支持 就是其他兩塊 那甚至說我們第三塊發展的好 就是其實靠第三塊就可以過 那這樣也可以比較維持周圍 因為其實像說 假設真的很不幸 台電他覺得說 我要鋪一些核能的宣傳到我們曼科學 然後給我們一千四百萬假設 那我能說不接嗎 這個很誘人的錢呢 一千四百萬我們大概可以滑幾年 但是缺點是說 你這樣就會影響到你自己的中立性 所以其實 我們第二塊我們會比較 比較謹慎 因為畢竟是來自業界 他們有些是自己的考量 那政府那邊是 就是執行上面比較困難 所以有另外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希望靠第三塊來 維持住前兩塊 那這時候再補充一點就是 企業的錢其實沒什麼不好 因為像英國他們有一個科學委員會 我不知道是什麼委員會 總之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做科學傳播 那他們就是各企業出資 可是他們有規定 每個企業不能出超過百分之五的錢 所以他這樣的話就變成說 他可以很中立 然後他又可以拿到各家企業的錢 而不會說某個企業他突然生氣 像遠兄假設我們幹他說 那個他猜數 那他就會說 那我們不下廣告給你 然後如果假設我們規定在他的比例只能5% 那我們會想說 我好啊也還好吧 就5%而已 我可以靠其他企業來支持 對 那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做法 不過那是長遠的目標 我們還在想說台灣到底能不能跑 那至少英國有成這個比例 對 所以我們目前就好像這樣